在婚姻的旅程中,亲密关系如同一群美妙的双人舞,需要默契与技巧的完美配合。 这期视频就为你揭示六种简单却效果显著的姿势, 助您在激情中找寻和谐,在亲密中增进感情。 从经典的男上,姿势到温柔的侧卧姿态, 每一种姿势都蕴含着独特的魅力,等待您去探索和体验。 为此,我专门采访了六位女士,我们一起看看她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位,李芳,32岁,分享站立男上姿势, 她说,说起站立男上这个姿势,我可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那天啊,我跟我家那口子刚看完一部特别浪漫的电影, 两个人都有点心潮澎湃的。 回到卧室后,我家那口子突然眼珠子一转, 说咱们今天玩点新花样呗。 我当时还闹了闷儿了,心想这老爷们又琢磨啥主意呢。 结果她二话不说,就把我往床边一推, 自己倒是站在那儿笑眯眯的。 我这心里头还有点忐忑,想着这是要闹哪出啊。 就见她慢慢靠过来,把我拥入怀中, 哎呦喂,那感觉别提多奇妙了。 刚开始,我还有点不适应,感觉怪怪的。 但是没一会儿,我就发现这姿势简直绝了, 因为它是站着的, 所以每一下互动都特别有力道, 让我感到非常幸福。 而且啊,这个角度接触, 简直就是专门奔着我那个敏感脸去的。 我跟你说, 没一会儿,我就感觉浑身上下跟触电似的。 最觉得是,因为它站着, 两只手都空着呢。 这不就可劲儿地在我身上点火吗? 我都不知道该先顾哪儿了。 那感觉呀, 简直比吃了蜜还甜。 我跟你说, 那天晚上我们温存到大半夜, 第二天差点没起来上班。 但是那感觉, 真是直了。 从那以后, 只要我家那口子站在床边, 我就知道今天又好细看了。 这姿势啊, 不光舒服, 还省力气。 它站着不费劲, 我躺着也自在。 而且你是不知道, 看着它站在那儿深情的样子, 我心里头那个美啊。 有时候我觉得, 这姿势不光是身体上的享受, 更是一种视觉上的盛宴。 总之啊, 自从尝试了这个姿势, 我们夫妻生活是越来越和谐了。 有时候我都在想, 这姿势怎么没早点发现呢? 现在每次一用这招, 准保一晚上都美滋滋的。 第二位, 王梅, 29岁, 分享背后握姿。 她说, 姐妹们, 我给你们讲讲背后握姿这个绝招。 刚结婚那会儿, 我可是个十足的小媳妇, 羞得连看我家那口子的眼睛都不敢。 每次亲热的时候, 我都恨不得把自己埋在被子里。 有天晚上, 我家那位大概是看不下去了, 就提议咱们换个姿势试试。 一开始我还不乐意呢, 心想这老爷们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结果他让我侧躺着, 自己从后面抱住我。 哎呦喂, 这一抱不要紧, 我浑身上下的毛孔都打开了。 他的胸膛贴着我的后背, 热乎乎的, 那心跳声咚咚的, 震得我都有点晕乎乎的。 最妙的是, 因为看不见他的脸, 我反而不那么害羞了。 然后他就开始在我耳朵边上吹气, 轻声细语地说些甜言蜜语。 那感觉呀, 就跟小时候偷听大人说悄悄话似的, 又刺激又甜蜜。 他的手也没闲着。 我跟你们说, 这个姿势真是绝了。 因为看不见他, 所以我反而更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每一下触碰都清清楚楚的。 而且呀, 因为是从后面, 所以接触的角度特别刁钻。 那天晚上啊, 我脑子里跟放烟花似的。 最后晚上是了, 我整个人都瘫在那儿, 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下。 从那儿以后, 只要我家那口子从后面抱住我, 我就知道今晚又有好戏看了。 有时候白天上班的时候, 想起这个姿势, 我都忍不住脸红。 这个姿势啊, 不光是身体上的享受, 更是心理上的满足。 因为是被抱在怀里的, 所以特别有安全感。 而且因为看不见对方的脸, 反而能更放得开。 现在每次用这个姿势, 我都感觉特别幸福。 好像整个人都被爱包围了。 第三位, 张婷, 三十五岁, 分享后背相拥姿势, 说起后背相拥这个姿势, 我可真是又爱又恨。 刚听说这个的时候, 我差点没给我家那口子一个白眼。 心想这老爷们 是不是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片子看多了, 整这些有的没的。 但是吧, 耐不住他一个劲儿的软磨硬泡。 说什么这样能让我更舒服了, 能让我们感情更亲密了, 我一听这话, 心里还真有点痒痒的, 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第一次尝试的时候, 我可紧张坏了。 趴在那儿, 身体紧绷着, 我都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是等他慢慢靠近的时候, 我才知道什么叫幸福。 那感觉呀, 简直了, 因为是从后面靠近的, 所以每一次都特别深入, 最觉得是, 这个姿势, 他可以一只手扶着我的腰, 另一只手还能在前面点火。 那感觉呀, 就跟被前后夹击似的。 而且你是不知道, 这个姿势特别带感, 因为看不见他的脸, 所以其他感官就特别敏锐。 他的呼吸声, 肌肤相处的声音, 甚至是那个地方的声音, 都清清楚楚的。 光是听着这些声音, 我就能心潮澎湃。 从那以后, 只要我家那口子拍拍我的肩膀, 我就知道今晚又有得晚了。 虽然每次完事后都要换床单, 但是那感觉, 真是值了, 不过我得提醒姐妹们, 这个姿势虽然舒服, 但是也得有个度。 第二天, 腰疼是小事, 要是碰上那个大姨妈来的日子, 用这招, 可有你受的。 总之啊, 这个姿势真是既刺激, 又销魂。 每次用完, 我都感觉像是重新爱上了我家那口子。 现在我们夫妻感情可好了, 我看啊, 这姿势功不可没。 第四位, 刘洁, 二十七岁, 分享女上主导姿势, 她说, 今天我可要跟你们好好唠唠女主导这个绝招。 说起来啊, 我第一次尝试这个, 还真是个意外。 那天我看了个什么女性自信的讲座, 里头说女人啊, 不光是在外头要强, 在那个亲密时刻也得主动。 我听完了那个心痒痒的, 就想着回家试试。 结果那天晚上, 我家那口子刚洗完澡往床上一躺, 我二话不说, 就主动靠了过去。 你是不知道, 她那个表情震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不过很快啊, 她就从震惊变成了兴奋, 那眼神简直跟恶狼似的, 恨不得把我生吞活泼了。 我心想, 得, 这下可玩大发了。 但是, 等真正开始了, 我才发现这姿势简直绝了。 因为是我主导, 所以我可以完全掌控节奏。 想快就快, 想慢就慢, 全凭我高兴。 而且啊, 这个角度接触, 简直就是专门为我设计的, 每一下都刚刚好。 最妙的是, 我可以看着她的表情。 我跟你说, 看着平时耀武扬威的男人, 在你身下的样子, 那感觉, 简直比吃了蜜还甜。 而且这个姿势啊, 特别容易让我到达巅峰。 从那以后, 只要我家那口子往床上一躺, 我就知道今晚该我表演了。 有时候白天上班的时候, 想起这个姿势, 我都忍不住偷了乐。 不过这个姿势虽然爽, 但是也挺累人的。 第一次用的时候, 我差点没把腿给累抽筋了。 所以啊, 得循序渐进, 慢慢来。 总之, 这个姿势, 不光是身体上的享受, 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每次用这个姿势, 我都感觉自己特别有女人味, 特别有魅力。 现在我跟我家那口子的感情 这越来越好了。 我看啊, 这招功不可没, 第五位, 陈雪, 四十岁, 分享站立姿势。 他说, 说起站立相拥这个绝招, 我可真是又喜又怕。 那天啊, 我跟我家那口子, 刚看完电影回来, 两个人都有点心潮澎湃。 但是呢, 孩子在家, 我们也不好意思在卧室里造次。 就在我们俩都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 我家那口子眼珠子一转, 二话不说, 就把我拉进了衣帽间。 我当时就猛了, 心想, 这是要闹哪出啊? 结果他一把, 就把我抱起来了, 让我两条腿缠在他腰上。 哎呦喂, 我跟你说, 那感觉别提多刺激了。 而且呀, 因为是在衣帽间, 空间比较小, 我们两个人贴得特别紧。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呼吸, 他的心跳, 甚至是他身上的每一块肌肉。 那感觉, 简直堪比偷情。 最觉得是, 因为怕被孩子听见, 我们都不敢出声。 所有的快感都憋在心里, 反而更加强烈。 我跟你说, 那天晚上, 我差点没憋出内伤来。 从那以后, 只要我家那口子 往衣帽间瞅一眼, 我就知道今晚又有好戏了。 有时候白天整理衣服的时候, 想起在这里发生的事, 我都忍不住脸红。 不过我得提醒姐妹们, 这个姿势虽然爽, 但是也挺累人的。 特别是对男人来说, 得有点力气才行。 我家那口子 第一次用这招的时候, 差点没把腰给闪了。 第六位, 杨芳, 33岁, 分享错卧姿势。 她说, 今天我要跟你们聊聊 错卧相拥 这个神奇的姿势。 说起来呀, 我第一次用这招, 还真是被逼无奈。 那会儿, 我刚怀孕没多久, 肚子还不大, 但是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我家那口子吧, 又是个年人精, 天天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都不好意思了。 有天晚上, 她提议咱们试试侧卧, 我当时还有点犹豫, 心想这样行吗, 会不会伤到孩子。 结果她说, 这样最安全, 而且对孕妇来说最舒服。 一开始我还有点不适应, 感觉怪怪的, 但是等她从后面抱住我的时候, 我突然就安心了, 因为是侧躺着的, 所以一点都不压肚子, 而且整个人都特别放松。 她的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肚子上, 那温暖的触感, 让我感动得差点掉眼泪。 她在我耳边轻声说, 宝贝, 我爱你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慢慢地, 我们开始了亲密互动。 这个姿势真的太神奇了, 每一下触碰都恰到好处, 既不会太激烈伤到肚子, 又能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愉悦。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她的心跳, 她的呼吸, 甚至是她轻轻颤抖的睫毛。 最让我惊喜的是, 这个姿势特别容易让我达到巅峰, 可能是因为怀孕的关系, 我变得特别敏感。 从那以后, 侧卧就成了我们的首选姿势, 不仅安全舒适, 还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即使在孕晚期, 我们依然能享受亲密时光, 这让我感到很幸福。 生完孩子后, 我们依然经常使用这个姿势, 特别是在疲惫的时候, 或者想要温存的时候, 侧卧总能给我们带来舒适和满足。 这个经历让我明白, 夫妻生活不一定要激烈才美好。 有时候温柔缠绵的爱抚, 反而能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 他教会了我, 真正的幸福在于彼此的体贴和理解。 现在每次用这个姿势, 我都感觉特别幸福, 好像整个人都被爱包围了。 有时候我在想, 要是没有怀孕, 可能我们永远都不会发现这个绝妙的姿势呢。 所以啊, 不管是不是怀孕, 都可以试试这个侧卧相拥的姿势。 它不仅舒服, 还特别有安全感。 而且啊, 这个姿势特别适合那些害羞的姑娘, 因为不用面对面, 所以可以放更开。 总之, 自从发现了这个姿势, 我们的感情是越来越好了。 有时候我都在想, 这姿势怎么没早点发现呢? 现在每次一用这招, 准保一晚上都美滋滋的, 听了这些姐妹们的分享, 我们可以看出, 每个人对于不同姿势的体验和感受, 都是独特的。 有的喜欢站立相拥的刺激, 有的喜欢背后相拥的安全感, 有的则享受女主导带来的自信。 但不管是哪种姿势, 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意和默契。 这些姿势不仅能带来身体上的愉悦, 更能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它们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和伴侣的身体, 也让我们在亲密关系中找到更多的乐趣。 不过, 我们也要记住, 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喜好都不同, 选择姿势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最重要的是要和伴侣沟通, 找到最适合双方的方式。 总之, 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夫妻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让感情越来越甜蜜, 生活越来越幸福。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了一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慧元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慧元,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慧元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